第618节 娘娘,微臣不是笑慧那几位老人家,我是在笑慧咱们师徒俩过于自以为是了。 长孙回头看看云叶说,说说,咱们怎么个自以为是法? 娘娘,这个故事微臣以前给陛下说过,说是有一个农夫和丈夫坐在田梗上,想象您和陛下过的什么日子。 农夫说,娘娘,您一定是每天都烙葱油饼吃,一年到头不断。 农夫说,陛下一定是每天扛着金锄头跑顶。 话才说到这里,长孙就笑得不成了。 红姑也笑得快要断气了,其他的宫女更是笑得东倒西歪的。 长孙好不容易才止住笑义说,要是你故意编排办公,你试着,现在说这个比喻有什么道理? 娘娘啊,微臣刚才发现,您和微臣眼里的一千罐和那些部署眼里的一千罐不同。 咱们以为按照他们的功计,那些人会要一座宫殿。 其实人家不过是想要一间青砖大瓦房而已,以为少于百万罐不能让人家满足,其实有一万罐人家就非常满意了。 长孙拍着手说,确实如此,让他们自己提要求,如果过于简单,我们就加倍,如果过分,我们就删减,确实是一个好法子。 这样既笼络了人心,又不伤陛下的颜面。 李二的游幸不减,晕船的人就要继续遭罪。 大地号进入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,这才有了蛟龙落海的感觉。 五面风帆都满了风,将大地号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。 云叶躲在李二的身后,不想把自己暴露在人前。 现在船上的那些熏柜眼珠子都是红的,包括李二自己,刚才聚见陆军山的时候,李二随便问了一句, 这座岛如今是否还在官府手中? 老实的关廷龙非常实在地告诉大家,军山已经卖给了云家。 听到这个事实,李二恨恨的看了云叶一眼就不再言语。 不管谁都看出来,皇帝非常的不高兴。 李二的表情一般不会显露出来,但是到了云叶这里,喜怒哀乐就会明显的挂在脸上。 他在等待云叶给自己一个解释。 他在长安好不容易平静了土地风波,云叶这时候却大肆的在越州置地, 这分明没有将自己的一片苦心放在心上啊。 云叶没打算解释,军山的平原对他没有半点用处, 当初呢是关廷龙硬生生的塞进自己手里的, 与其说是宝地,不如说是麻烦。 如果李二真的不愿意把军山卖给云家, 云叶决定把所有的平原地交出来, 平原对他没有半点用处, 最好的茶叶都长在山上, 平原的土地都用来安置流民了, 自己背了一个贼名上, 但是军山却依然属于那些渔民。 有些冤枉啊, 关廷龙会替自己说清楚的, 这些人连关廷龙剩下的话都没有听清楚, 自己解释只会越描越黑。 陛下, 将军山卖给云猴, 这可是微臣的一项政绩啊。 关廷龙捋着胡须得意地向李二表公。 哦, 李二转过头来看着关廷龙说, 这样一座人间仙境般的大岛卖给私人, 朕很想听听你的功绩到底在哪里, 莫非也卖了很多的银钱。 陛下, 君山这座岛, 微臣不但没有收到一文钱, 反而赔了大量的人工, 在岛上修筑了道路, 码头, 又许诺三年之内与越州享受同样的免税福利, 这才说动云猴, 接手了君山岛啊。 陛下, 您或许没有听明白, 微臣这么说吧, 君山乃是越州最大的负担, 这里远离越州, 远离湖岸, 人员西上又是蚊虫滋生之地, 府城如果需要治理, 就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和物力, 产出与投入根本就不合算, 如果不治理呢? 这座岛屿立刻就会成为盗贼的老窝, 更何况, 府城为了减少洞庭湖上的船灾, 在最高的老君山上修筑了灯塔, 这样一来, 从长江顺流而下的商船在夜间也能航行, 对越州的航运大大有利啊。 您现在看到的君山秀美异常, 可是您不知道, 这座岛上的文营到了半晚会遮天蔽日, 孙道长南下之时, 亲自登上了这座岛, 告诉微臣, 这座岛就是越州的疫病之源, 除了能在云猴手中便废为宝, 别人无此能力。 微臣把话放在这里, 有哪位高手愿意接手? 微臣, 这就去更改文术。 当年签订这封文术的时候, 就是微臣强迫耍赖, 仗着一张老脸硬坐下来的, 不知哪位愿意接手啊? 关廷龙也看出来事情好像不对, 前面还在说笑了, 这后面语气就变得越发凌厉起来。 云叶朝着大家拱拱手, 表示认可关廷龙的说法, 李二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尴尬, 刚才还小肚鸡肠的算计自己的得失, 这一刻又变成了赞许的嘴脸。 方玄灵、杜如辉这些人也是如此, 云叶本来认为自己的脸皮已经足够在朝堂上昏了, 现在看来啊, 远远不够。 多少有些伤感, 相处了这么些年了, 依旧没有获得纯粹的信任, 或许皇帝这种怪物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人, 他们都是权力怪兽, 朱元璋说的好啊, 金杯共如瘾, 白人不相饶, 只有这句话才能真正的说明帝王的心态。 岳州十步一岗, 五步一哨, 黄土垫到净水洒间, 摆十个仿官在街市口摆上了香案, 上面摆满了贡品, 迎接皇帝和迎接造网爷一个仪式, 岳州的仿式与长安相差无几, 只不过少了高大的仿墙和崔环的中古。 皇帝的行宫关平龙到底没有设置到水湾里, 反而选了独龙峰下最好的一块土地, 也是岳州城的最高点, 样子很像太极宫, 与万民殿截然不同, 没有上翘的飞檐, 整座建筑全部用青石垒城, 简洁大气, 引在高大的树木背后颇为幽静。 早早到来的宦官, 宫女已经把整座宫殿收拾得一尘不染, 长孙冲作为宿尾官, 特意在宫门前迎接皇帝的到来。 李二从华丽的轮架上下来, 路过一个访式就饮一杯酒, 吃一口供品, 与民促老者攀谈几句, 等到皇宫门前的时候已经有了三分罪意。 不知为什么, 等皇帝进入了行宫, 长孙就下令关闭了宫门, 关起门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呢? 关廷龙准备的万民书和欢庆的典章都没了用武之地。 云叶和李太守在后门, 等候皇帝和皇后, 房玄陵杜如悔也是一身长服, 皇帝就这脾气, 不喜欢盛大的欢迎仪式, 专门喜欢暗地里窥视人的隐私。 这样做呢,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, 偏偏关廷龙这些外人可以想要瞒过云叶, 李太, 房玄陵杜如悔就有些难度。 等了不大的功夫, 就看见一身仆人装素的断红出现在了后门, 紧接着已经三十几岁的红姑扎了两个包包头, 也从里面出来, 十几个彪悍的轻衣大汉, 若无其事的从众人的面前走过, 散入了面前的小巷子里。 李二很捎包的, 穿了一身玄色单衣, 跨出了宫门, 身后跟着戴锥帽的长孙。 李二对面前的阵仗毫不奇怪, 挥挥手, 一群人就沿着小巷子, 汇入了熙熙攘攘的岳州城。 西门柱抠漆皮, 从水井里拎出一桶水上来尝尝, 有时候还命令那些轻衣的, 大汉从花圃里, 扒出一棵花草仔细的研究一下。 这棵树已经长了至少五年, 李二看着侍卫手里的那棵松树, 白白手示意可以扔掉了, 但是已经晚了, 两个凶神恶上的家伙走过来, 很有礼貌的要求李二, 赔偿五十个大子的松树钱, 这两个人就是岳州城里的武侯。 看到那些侍卫想要发怒, 云叶赶紧掏出一枚银币, 放在大汉摊开的手上, 大汉这才点点头说, 看看就行了, 干嘛又拔树啊? 城里的土层薄, 众活一棵树不容易, 都是一山光鲜的大老爷, 怎么比那些乡下来的汉子都不知好歹啊? 说完了还把那棵小树啊, 从侍卫的手里夺过来, 找了把铁锹又重新的栽上, 这才大摇大摆的从李二面前走过, 云叶一直为这两位捏着一把汗啊, 刚才他们拿铁锹的时候, 至少有十把强弩对准了他们的要害啊。 陛下, 这些东西啊, 做不了假, 您就不要抠人家牌坊上的七瓶了, 这个牌坊是人家两家老头的, 门面上的东西, 人家才不会糊弄呢, 您看已经有好多人朝咱们翻白眼了, 您想看越州城的繁荣程度, 只要去雨花街看看就知晓了, 用不着这么查看。 你不懂, 小树看大, 当初朝廷整整在越州, 消耗了五十六万贯, 虽然其中的一大部分, 是你从老虎嘴里夺过来的, 这还是要检验越州, 因为建造这样纯粹的新城,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, 它是日后大唐建造新城的一座标杆, 马虎不得。 雨花街上不是皇家的店铺, 就是你们所有的店铺, 只要看看账本就知道生意红火的程度, 皇家的泥料, 棉布, 清雪封地里的生丝, 铜油, 也云家的各种珍宝与香料, 长孙家的铁器, 房清家的草药, 杜清家的粮行, 朕已经了解过了, 这些不是朕来越州的重点, 朕要看的是越州的民生, 看看这里的百姓生存的真实情况, 这座城市是一座驾接过来的城市, 只要没有霍国殃民, 就已经算得上成功了, 它的地位特殊, 乃是长江琐事, 洞庭门户, 两湖之地, 想要彻底的变样, 百姓能够从中受益, 就需要这样的大城带动, 行政, 民生, 付税, 律法, 驻军, 这些要害, 都需要一一过目, 从大处看不清楚, 朕建造这座越州城, 不是为了让薰贵们发财的, 是为了看看, 在薰贵们拿走最大的利润之后, 百姓能落下多少, 云叶垂首受教, 对于这些政事, 他其实不是很清楚, 李二房玄陵才是行家呢, 宇花街上确实可以看到富庶繁华, 但是看不到越州的真实面目, 李二是对的, 一座城市的好坏, 不能只看几家大商家, 繁华背后的阴暗面, 才是真正需要去关心的, 水云街上住的全是靠水云吃饭的人家, 青石板已经被洒落的铜油, 胡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, 吃着脚裸着身体的汉子, 在这条街上不断的穿梭, 肩背上的沉重货物, 压得身体微微弯曲, 虽然干的活剧很重, 脸上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快意, 房地来了, 各地的商户争先恐后的, 趁着这个机会进货, 码头上的船商一眼望不到边, 那点有什么关系, 只要睡一觉, 力气就会重新的生长出来, 李二停下来, 看着那些挑夫颤巍巍的运货, 瞅着从船上泄起来的猪羊, 非常的满意, 见伙计艰难的赶着牲畜, 时不时的被猪拱一个跟头, 就笑得极为开心, 这才是朕想看的景, 因为水运开通, 百姓们就有了谋生的门路, 那些财高得勺的会成为官员, 那些喜欢经营的会成为商户, 有勇力者会从军, 没有这些本事的, 就只能规规矩矩的靠自己的力气吃饭, 昨日, 九公对朕哭诉, 说自己无权无勇还不会经营, 手里握着十万枚银币去无处下手, 唯恐自己的十万枚银币被你采购成的地毯和木料, 或者买下几个杯子回家, 如果是那样, 他就只好在向阳坡上找一块好地, 自己埋了自己, 云叶呀, 九公他们信不过你, 把十万枚银币交给了朕, 要朕帮他们采购一些来钱快的货物, 最好他们运到晋阳就能立刻出手大赚一笔, 朕没有想到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越州,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, 只要求大赚一笔改善一下族人的生活, 朕以为丝毫不为过, 你说呢, 云叶苦笑着说, 乍一听很刺耳, 不但要求稳赚不赔, 而且还要大赚,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, 会被那些商家鄙视致死啊, 可是啊, 就冲着他们的族长是您, 这个要求确实不为过, 陛下想着将本求利, 以示万民之福, 族人们也没有想着巧取豪夺, 这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, 这个生意就交给微臣去做吧, 不会把他们的血汗钱变成几方地毯, 或者是变成几把椅子, 也不会拿他们的钱财去购买几套茶杯, 虽然这样做可能赚得更多, 微臣一定把他们的船装得满满当当的, 不知道三倍的利润能不能让他们满意呢, 如果这个条件还不满意, 微臣就会帮他们购买无忧草, 领南士博司扣下的那些东西可不在少数啊, 贩卖无忧草轻轻松松三十倍的利润毫无问题, 无说, 那种地域来的东西怎能摆到明面上说, 孙思淼中了半亩地, 朕都忧心忡忡, 这种东西拿到了就该就地销毁, 你囤积在岭南做什么呀? 陆东赞留在长安未走, 一直想从中原带走这些东西, 微臣以为无忧草这样的好东西正该那些以神灵自居的上师们享用, 本教徒醉生梦死, 明明是凡人却要操神仙的心, 或许人家真的是神灵, 无忧草也伤害不了人家分毫啊, 李二的脸色变得很不自然, 速声问云野, 如果朕没有猜错的话, 那些无忧草大概已经被你带到了岳州吧? 没有, 那个地狱里的独屋, 微臣不敢擅转, 也没有资格对这东西做任何处置, 陛下当年就说过, 私自拥有此物者, 此, 这是雷池, 微臣不敢越过一步, 微臣是岭南百七司的临时头领, 接到百七司的指令, 将这东西运往长安, 这里是密令, 微臣一直揣在怀里, 请陛下勘验, 李二接过那封密令, 随手交给了严松, 严松掏出另外的一张纸, 两箱核对一下, 见两张纸的缺口严丝合缝, 这才对皇帝说, 确实无误, 李二松了口气说, 百七司密报说, 大帝号上有三口箱子乃是绝密, 能下令开启者只有朕, 这些天, 朕一直在想会是什么东西, 为何只有朕有这个权力解封, 所以迟迟没有下令, 现在看来就是这东西吧, 云烟, 人可以不择手段的害人, 但是不能欺天, 我大唐如日中天, 朕就不信, 惶惶天威不能让他们净福, 这样恶毒的东西, 朕不会用的, 免得有一天, 严护子孙, 严总, 是我令牌, 将大帝号甲子一号库房里的三口箱子, 检验过货物之后, 就得焚毁, 虚实一两, 你就自尽吧, 云烟没有问这道密令是谁发出来的, 这些天呢, 被这东西搞得快崩溃了, 早就对皇帝说过, 无忧草是毒瘤, 需要尽早割除, 西方来的船只上, 只要有无忧草, 被士伯斯查到, 等待他们的就是最残酷的惩罚, 螃蟹岛上的尸体, 不全是海盗的, 据兰国来的商船上, 好多的水手都拥有此物, 一些富商甚至把这东西当成礼物, 献给了李荣和冯昂,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, 才在雍州和广州收缴了这些, 准备焚毁的时候, 却接到百奇斯的这道奇怪的命令, 今天不过试探一下皇帝的口风, 元叶发现皇帝竟然不知情, 但是严嵩却能立刻拿出密令的另一半, 迅速核对, 这就非常奇怪了。